大家好 我是DK 欢迎收看DK圈脑交易 打造胜利方程式 今天胜利了吗 不错 今天6月17号大盘小跌8点 成交量温和的控制在4000多亿左右 贵买指数也是 我这边写红海军团破釜沉舟 这三档准备完大的 哪三档 我在后面跟大家介绍 标题红准 正达 健翰 有威科讯星KY 我都不会跟大家离开这些股票 DK竟然追踪下来就要告诉你 为什么要从前面开始就跟你讲 然后布局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 这个比较踏实 DK没有什么内线 不用也不靠 但是我就可以靠交易 这样子来做一趟 我们该从市场上拿的东西 这边写 每200元不退休 这个图很旧了 今天红海最后收200 刚好 刚好提到200 我这边就顺便 不是缅怀 不要乱讲 就是我们提起他一下 这也对台湾做了很多的贡献 红海200块 我们恭喜 有红海的人 真的不错 一路的看好 首先我就跟大家看 红海把他打开来看 这个周末 我看了一些其他的影片 还有最近大家在聊 6月有好多分析师说要回答 说实在的 4月初我就听到 有一些分析师说要回答 而且这些分析师的名气不低 不低 常常在电视上出现 或者是在坊间 你常会听到比较 绩效比较好的分析师好了 有时候我在看这件事情 6月多 6月1号 6月初好了 第一个礼拜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说要回答 其实没有回答 台积电 红海联发科 这样一波拉起来 大家眼睁睁的眼见微平 我不管用什么方式 只是我要告诉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 都要用头去撞火车 就是你看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要在这里说回答 你从哪里看到的 你后见知名又变先见知名 为什么 这边有一个后见知名 这边很多人说要崩盘 我上礼拜有提 对不对 说要下来 没有下来 我说你单子不要掉 好 今天到200 我问你 大盘如果要回答 我相信你应该指的是上市指数 加权指数 上市 或者上柜 假设上市 如果大盘要杀的话 你觉得会抓谁来杀 来你回答 台积电而已吗 联发科而已吗 红海要被他抓来杀 要吧 红海的权质也很大 他刚创200块 你跟我说要回答 我在这里我就会有很多矛盾 跟OS想要问这些分析师 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他们接触 好不好 这一点留给大家思考 要回答要怎么回 要回多少 回了要干嘛 然后呢 要买还卖 这个留给大家看 贵买指数 今天创高268.51 我为什么今天不放台积电 台积电没有来吸钱 我就不放 我就不要给他黑K 好不好 开玩笑 就不关他的事了嘛 台积电你上周都给你除完 你填完全洗了 对不对 我们也给你表现了 拉了一个900多块 也知道你要去千元之路 我们就慢慢走 但是其实大家的股票都在中小型股 我相信是啦 我当然知道有一些族群 他就是focus在台积电鸿海 这个做指数 这像DK了解这些工具的 比较懂比较多工具的人 像做鸿海跟台积电要做 我真的会去做0050的权证 做多 或者是 你就买远跃的期货 或选择权 buy call就好了 好吧 我不要做股票 花的钱太多 太重了 好吧 很贵啊 不贵吗 台积电一张 90几万 常常牛牛的 你一天能赚多少 如果你还要做价差 你又能赚 淘到多少便宜 叫你常报 你还报的慌慌的 不是吗 创新高后 技术指标跟你说过热 和背离然后然后要跌 不能平平往右边横横的走吗 你知道这些技术指标 如果你这边用盘整带过去 它是会改变的 它不一定背离就要崩下来 不一定 好不好 不是一定涨就是跌 它可以横横的走 是不是涨就是跌 对啦 但是它可以一涨一点一涨一点 行程看过去就是平平的嘛 不要一天到晚吓投资人嘛 今天这个盘不好吗 好不好 我们看万海 为什么今天不打航运指数 因为我们用万海来看 长龙阳明万海这三档 万海的股本 其实最大 300 有280几亿 它不是股本最大 阳明最大 但是长龙 股本最小 但是它价格最高 我为什么把万海打出来 是因为我们用它来看就好了 好不好 前面100点 100块左右啦 然后这边 没有越线都没有坡 我说我们用最强的来看 航运指数就好 如果它可以过高 我相信这个除前期前 应该还有一波拉台啦 长龙跟那个阳明 你就不用太担心 因为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手上有 好不好 他手上有 我们挑出来关心一下 我们看万海就好 用最强的当指标来看 好 本周的大事 今天晚上8点半 有这个制造业指数 明天零售销售月增率 工业产出月增率 礼拜三没开盘 美股没开盘6月节 废除奴隶 纪念那一天的那个 法案过关啦 好不好 这个6月节 大家去Google一下 什么是6月节 没有开盘 美国没有开盘 6月20号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年度新屋开工数量5月 这个看过去礼拜五的比较重要 制造业PMI的出值 好吧 这前面都是每个月都要公布的东西 但是我还是在这里跟你告知一下 你看看就好 礼拜五会比较关键 时间都在上面 好不好 再来结这个节目跟赖宋股票 我这边写很多分析师说要跌了 我也在等跌 我说真的 我在等跌 不然天天大盘不是往上涨 涨完了要干嘛 就等跌 那他不跌要怎么样 会跌那你要不要出清 你出清就没有这个逻辑了 为什么 因为很多股票今天涨很多 是很多 涨停板的很多 我这打着三个都是涨停板 尹汉 宝瑞 沁藤 都是涨停板 好吧 这个前面都有跟大家提 虽然宝瑞跟沁藤提很少 有提 尹汉最多 尹汉几% 200% 成本18块自己去看 宝瑞 不多20几% 沁藤40几% 这个去看 我从哪里就开始跟你带 跟你说我要从底部去买 什么是买底部 底部不是涨很多在三腰上面 然后盘很久再拉 然后跟我说那是底部 那是腰部 好不好 有时候你连腰部都会变成顶部 你都不知道那是三头还是三腰 老实说你去看很多股票就是这样 我带你买的都是有防御性质的股票 为什么 我低档就跟你切 我很好守 包括前面提到存安根群球传动 不好守吗 我输就输那一点点不到10% 我就可以做防守的退单 我就可以做防守的退单 还在赞 好不好 还在赞 所以很多这边艺术说要跌到跌多少我也不知道他们讲的是怎样跌 22000 22000 22500 跌 22000 跌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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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2500还有2万 你要受得了 那怎么跌 那怎么跌 跌300 跌300不叫跌 跌300不要拿出来吓大家 不要了 600也不要了好不好 不要 那个叫基本波动 你说的回档是怎样回档 回档就回一定回你股票是吗 第一个跟你说按表操客 该进的你给我进 该砍的你要给我砍 大盘风来了大盘跌我们全部都出清 我说实在的这一分一时我要告诉你们你要有放空 不要只有说我们要做法我不要看法 说跌你要空 不然你不是讲指数跌不然是讲什么跌很多股票涨啊 怎么了 有位科今天在跟大家带上 这边写一个超大的跌字有没有 我说这三天这样子震刷可以吗 尾盘拉了4块9 65块9吧 还是65块7 忘了好没关系 因为这盘中就做了 拉尾盘收最高 你看我这个箭头啊 这两根黑棒 你看清楚这黑棒下面的量 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他要玩大的吗 你知道盘中在解读怎么看这样子的股票 跟他的力道他到底想要干嘛 为什么我知道他准备要玩大的 上礼拜跌1块6今天拉快要5块 不大 两天而已啊 很大明天会不会直接亮灯 我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啊 那是不是很大 是很大 很正很刷应该的啊 市场怎么可以不正不刷 市场 很恶于我诈 不是手牵手 坐在一起说我们一起赚钱 不是这样 这个你要加入我的 我们DK军团 好不好 你加入我们 我就真的在这里面保护你 来你看这个两箭头 这个就是刻意的啊 这背后有人刻意把你 你知道吗 我等下后面再讲一档给你 刻意的要 把你弄掉 我跟你说市场主力没有那么 宅心人 好吗 希望散户都不要再叫上 这是真话 我券商待十几年 什么是主力心态 我太了解 我看过太多主力 好不好 DK说要玩大的 这是其中一种 我认为 可能接下来要玩大的 或许就说你又讲GIS 这支真的就很烂 你是不是想这样讲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烂 什么时候会好 烂不会永远烂 好不会永远好 难道你前面看到的 那股票都很好 最近没有跌好重 没有吗 没有 去看 你去看 那些 长得很贵的股票 跌下来很痛痛的 很痛 叫你不要追高 就是那样子 那个你看 这边 来 这个量我也划给你看 74块1打了一个 壁雷神针 壁雷针 跌了这么长的一个波段下来 拉一根红棒 还在年线上面 月线上面 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 GIS 我知道很多人心中的痛 我们不要让它变得很痛 未来我们还有机会把它赚回来 前面受伤没有关系啊 我们要反逆转胜 反败为胜 这就是DK常做的事情 来 5243以胜KY 很甩很喜串 开盘跌很重 开盘跌了快5块 到最低好像61.7 4块多 然后一直吊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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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盘只跌一块 爆量 上周爆量 今天又爆量 开低就 怎么样 开低对我来讲是机会 不是我就被你甩掉 跌啊跌这么大 我写好大给你看啊 我没有在伞 没有在回避 上礼拜跟你聊 今天还跟你聊 准备完 还大的 为什么 你看这红棒大不大 这个影线长不长 这有人在里面打赞 其中一个就是我 好不好 看多看空 你短线你大家会觉得 好像看空啊 就要落袋为安了 如果你买了我们落袋为安 我上次礼拜跟你话多少 我没有在跟你做短线 这边也许收拾还是机会 就跟那个红准一样 今天没有把红准打开来 红准会不会玩大的比较难一点 他要比较慢 为什么他股本很大 股本很大 所以 他比较不容易 玩大的要股本 小小的 像刚刚那个 尤维可 以胜也 不太大 可能七八十亿吧 这个阳城也 不是很大 量也好少 但是我这边写 这有机会玩大的吗 我也很好奇啊 一个高 两个高 现在在这里 我这红棒跟黑棒各化 各化出来给你看 我不回避 你是要往上拉还是往下来 可不可以平平走 可以可以平平走 我就继续等啊 我就继续等你啊 等你表态 我做处理啊 交易就是这样啊 不然要 怎么做 用猜的 不是啊 是要追踪观察 看有没有什么迹象在里面准备发动 我看 我把下一张打开给你看 好吧 2007年9月到2024年的6月啊 好我画在这里 这个就是阳城 这个是近的 这个是远的 这个是近的 这个是远的 你觉得这要往上涨还往下跌 来自己回答 我只说觉得 好不好 我只说觉得 不是没盘过 不是没跌过 一个东西盘过跌过 人家开公司 就是要成长要引力 不过就是一个时空的循环 涨涨跌跌 好不好 杨诚 来 见汉 今天27.5踢过去了 我不是说一踢就过吗 股票就这么踏实啊 用踢的 开玩笑 前面的这个量 这筹码都很干净 我给你讲的东西筹码都很干净 所以可以制造那么大的红K跟黑K 为什么 有很轻松就有一点点钱就可以控制他 就有人在里面可以控制他 就可以甩啊 见汉 也很干净啊 你看 这两个月来 你看今天 27.5 过这个高 虽然没有收上去 没关系啊 走就走慢一点 我们不用涨停板 我们涨不停 一直涨不停 用负力 威力就来 好不好 小被动元件 尾声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一个 早上我讯息有写 就是我看到这个大被动元件 带一些小被动 小被动有动起来 包括之前那个凯美 最近也还在这个 七字头上 还蛮强的 这个另外我有观察 来到这个我明天早上 早上9点前一样在社群里面 跟大家讲 分享 好不好 分享这一档 这个左边这个有个63 现在50几 我最喜欢挑这个挑战你 为什么压力就是拿来 突破的 不是拿来放空跟 回避的 没有 不是 月线跟年线 纠结 加入lite 小老鼠 DK525 明天早上我就分享给你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回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宿 多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